滅共是正義的需要 是正義的必須 是中國14億人民必須的選擇 是人類需要未來的安全 必須的選擇 不管世界有多麼黑暗 多麼危險 我們始終堅信 我們相信萬福萬神和上天給了我們使命 讓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每個人的使命都不是 像一般人一樣 僅是來到世界上吃喝睡 等待死去被燒掉 然後再把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變成共產黨的奴隸 不是的 我們不答應 我們絕不允許共產黨再讓我們的老人 孩子 像今天一樣 我們身在紐約和戰友 就在幾公里之內 我們卻不能和你們相見 擁抱 我卻不能和你們去享受我們美好的時光 我們遠在萬里的家人 不能和我們通電話 也不能上網來看我們今天說真話 幫助人們拯救世界的真相 這種悲劇不能再繼續下去 親離 子散 我們所有財產被剝離 被割韭 被當成養來圈養的時代 一去不服反 我們不但對老人 對孩子 對我們的後代負責 我們又對全人類負責 這就是我們的新中國聯邦宣言 打造一個與西方世界 文明世界 千年和平的關係 讓中國人和共產黨徹底分裂開來 共產黨不等同意中國人 共產黨不能代表中國人 一個法律獨立 信仰自由 民主自由的社會 逼降到來 無人可以阻擋 這就是天一 這就是一年前和到今天 人類上從來沒有發生過 像我們新中國聯邦和爆料革命一樣 給人類帶來了無限的希望 和無限的力量 而且我們用實力 用動力 用我們的堅定的信仰 和對上田的信奉 對自由的崇拜 我們來到了這個世界 開啟了我們浩浩蕩蕩的 爆料革命和新中國聯邦的里程 我再次向這裡重申 郭文貴和爆料革命的戰友們 我們只有一個目標 幹倒共產黨 Take down CCP! Take down CCP! Take down CCP! 好! 好!